字幕提供 就目前這個角度來看 是不是可以獲利了解 我覺得可以分批獲利了解 就短線的角度 但是呢 投資本就短線跟長線 所以實際上他答案不是 一個就可以回答所有的 但是如果我從長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反而是這樣想 就是說第一個今年的資本支出 又再度增加 到今年 今年又調高 那現在200 預計大概是 250到280億美金 這麼多錢要花去哪裡 大家有沒有想過 要嘛就買土地嘛 要嘛就蓋廠房嘛 要嘛就買設備 土地都買啦 那就不會再花在土地上 蓋廠房有可能 那廠房一蓋是不是設備 就要不斷的填購 那這些錢花下去 以目前來講 應該受惠的大部分都還是台廠 那如果是台廠的話 那現在因為台積電的表現很好的時候 有三個層面會受惠 第一個層面是因為晶圓代工很好 表示消費性電子產品賣得很好 所以照道理IC設計產業 包括封測產業應該會一路受惠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大漲聯發科漲日月光也開始跟著漲 這是其中第一個 第二個它代表的是什麼 那是不是台積電的這個供應鏈會很好 因為你看台積電上來了 那台積電整個這個相關的這個這個半導體設備 廠是不是也跟著受惠 那第三個就是說台積電上來了 好那當然整個科技產業也好 然後股市也好 全台灣受惠嘛 為什麼因為股民也賺錢 消費也樂得更大手筆 所以你說接下來長期的看法是什麼 我都覺得長期來看台積電還是OK的 就還是OK的 那但是當然有的人會說 250塊的時候沒有買 對不對 其實也不用講過去 小時候我還想當總統 對不對 那現在台積電已經到600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上800 其實長期來看是OK的 所以我說從短線跟長線的角度不同 當然你會覺得說 那如果台積電這麼貴 600塊錢 我實在買不下手 因為一張要60萬 可是以前25萬的時候你也不願意買 所以你也不用想 60萬的時候你會不會買 但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可不可以用零股 因為這個很好啊 政府的政策 現在我們可以做零股交易 零股交易 我覺得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台積電一股 我600塊我就可以當台積電的股東了 而且我可以很大聲的跟人家講 我現在在做半導體的生意 對不對 未來我還在想 要跟哪幾個設備廠添購設備呢 對不對 那這是第一個 我透過零股的方式 我可以就是分批佈局也好 每個月我可能3000塊買個五股 那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能也會擔心說 漲多了難免短線 我剛才講長線短線還是有差異 那短線會不會回檔 可能買完都會擔心 那怎麼辦 那你可以 可能A漲換B跌 A跌換B漲 那怎麼辦呢 那你說我總不能永遠靠護國神山 我可不可以靠護國群山 這個也是郭台銘在講 那我就從台積電買到聯發科 然後買到這個鴻海 買到日月光 買到台大電可不可以 我把F4 F5通通把它買下來 那我就買ETF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方法很多啦 不用就是拘泥在說 台積電還會不會漲 我到底要不要買這件事情 我覺得從資本支出這件事情來看 我覺得已經 它已經告訴我們答案了